美国不愧是零元购的高手 美国人在自己的国家零元购 美国政府和美国资本在全世界零元购 乌克兰实际上已经亡国了 但不是亡于俄罗斯的军事打击 而是亡于美国资本的蚕食惊吞 5月8日 乌克兰与美国贝莱德公司签署协议 启动乌克兰发展基金 将正式接手乌克兰的大批战略及资产 包括能源基建 电网 农业投资 全部国企 国际援助资金等等 不用向乌克兰付任何费用 你想想 当一个国家所有的能源 电力 粮食 一切经济命脉都掌握在外国公司手里的时候 它还能称之为国家吗 国企一般都是光顾 一个国家国际民生的命脉企业 当石油 钢铁 水电 能源 交通 粮食 都不能自主的时候 连人民基本的生存权都不能自主的时候 还谈什么主权国家 作为交易 贝莱德公司要帮助乌克兰还清债务 当然不是出钱 而是等乌克兰国家破产清算时 用这些国有资产 用这些国有资产抵债 乌克兰最大的债主就是美国 说来说去 就是把这些资产企业资源送给美国 从此乌克兰不再是个国家 而是美国的一家公司 国有城可贵 民生价更高 若为自由雇 两者皆可抛 乌克兰得感谢美利坚大善人 你看乌克兰打仗打到人口少了一千万 国土丢了一小半 国有资产都被炸成稀巴烂 苏联留下的家底全没了 工业区和矿产资源还在乌东 国家欠了一屁股债 还钱得还到下个世纪去 四舍五入乌克兰这个国家 已经完全是负资产 有价值的大概只有土地和女人的子宫 美国资本不是来投资的 而是来做慈善的 这叫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普渡众生 做慈善才能发大财 美国这个世界霸主 就是做慈善做出来的 每做一次慈善 美国就发一次财 这就叫格局 你得先把别人搞成负资产 才能投资 没有仇恨 得制造仇恨 没有灾难 得制造灾难 没有战争 得煽动战争 如此才有机会用废纸 去换走别人家的真金白银 这场面很熟悉 苏联 南斯拉夫已经经历过一遍了 这是第二轮 美国人都不会演这个的 战争之王电影的主角 不就是各倒卖国有资产的乌克兰裔美国人 你或许要说 进攻乌克兰的是俄罗斯 管美国人什么事 你要知道俄乌冲突的本质 还是三十多年前苏联解体的余波 乌克兰成色革命 这些都是一脉相承的 美国本就是斯拉夫民族四分五裂的罪魁祸首 当年苏联解体的时候 美国资本从俄罗斯和乌克兰 卷走了多少财富 资源和人才 控制了东欧多少国家的经济命脉 俄乌战争之前 乌克兰大量的国有土地 能源公司就已经卖出去了 拜登和佩洛西的儿子 都是乌克兰大企业的股东 你好好的大家庭 先扣你个帽子 煽动你兄弟内斗 把有用的家当砸了稀巴烂 打得反目成仇四分五裂加毒四臂 这时候就可以入场来当大善人了 因为他别的不图 就图你家那几块薄田和破房子 为啥美国之前说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 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留地不留人 美国用这一套慈善全世界 已经形成标准流程 渲染 扶持 挑事 援助 收割 走人 放大各种事件 渲染邪恶气氛 制造不和谐 让反对派冒头 挑选反对派进行培养 给钱 给装备 找个事件点燃局势 没有事件 就制造事件 反对派不用担心没钱没人 美国有的是 源源不断地援助你们 等你们打得稀巴烂 美国就来慈善了 乌克兰目前就处于这个阶段 直到你没什么可收割 就留下个傀儡收拾烂摊子 远程低成本操控 然后拍拍屁股走人 没想到吧 乌克兰王国不是亡于俄罗斯的军事进攻和占领 而是亡于美国资本的吞噬 咱们算是见证历史了 听说过卖国 但向泽连斯基政府卖的这么彻底的 还是头一回见 这就是美国支持乌克兰 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的回报 这就是听从欧美的下场 对乌克兰人民而言 还有什么比这更糟糕的 那么多条路 为什么偏偏选这一条 乌克兰人民用性命保卫的是什么 美国的资本吗 现在乌克兰只剩下一群丢了亲人 失了国家的孤儿寡母 还有一个会乞讨会演戏的傀儡总统 什么叫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什么是将老祖宗留下的财产拱手相送 这就是 而从美国投资巨头那灿烂的笑容来看 他们更满意这个结果 也就是说今后的乌克兰的命运 也将牢牢掌控在美国手里 至此 美国侵吞乌克兰的狐狸尾巴彻底的露了出来 美国之所以吃相如此之难堪 公然赤裸裸地收割乌克兰的国企 是因为美国为乌克兰援助的武器和经济 加在一起已经超过了千亿美元 按道理讲 这点小钱对美国来说不算什么 但是现在对于国内捉襟见肘的美国来说 并不是一笔小数字 再加上美国本身自家身陷美元危机 所以 焦头烂额的拜登干脆来了这样一手偷梁换柱 也已经彻底不顾吃相了 大家知道吗 不但对乌克兰提供的经济援助不是免费的 就连美国为乌克兰提供的武器弹药 同样不是无偿的 美国有个战争租赁法案 这个法案美国可以先行将武器提供给乌克兰 而乌克兰战后分期偿还 这样一来美国库存的那些武器弹药 正好有了可以疯狂倾销的地方 并且还能卖个好价钱 也就是说 主人养狗看家护院不但不提供狗粮 还要狗自行承担买骨头的费用 这样不可思议的一幕 在现实社会当中就这样真实的发生了 而为了怕乌克兰战后不偿还这笔款项 美国投资巨头直接和泽连斯基签署协议 将所有的乌克兰国企都打包给了美国 经过一年多的苦战 乌克兰都已经惨成这个样子了 工业农业都被打废了 根本失去了造血功能 仅仅靠着美国和北约的输血而活着 哪里能够偿还美国以及北约等国家的巨额债款 而此时美国这些投资巨头们 正好名正言顺的接管乌克兰的国有企业 一场乌克兰战争 不但乌克兰百万死伤 千万人流离失所 同时乌克兰的所有国企命脉 也都被攥在美国巨头手里 这场乌克兰战争打下来 乌克兰不但死伤惨重 还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 同时国内的包括能源 电力这样的核心国企 也都被美国所染指所控制 乌克兰事实上已经变为美国的一个傀儡国家 甚至是美国的一个州 疯狂的泽连斯基正在带领着整个乌克兰 走上一条不归路